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澳洲SEC200指数回调2.25% 目前报价是6838点 而石油方面也是大幅下跌4% 美国石油目前报价51.3美金 澳元兑美元下跌0.36% 目前报价0.6603 比特币价格下跌3.1% 目前报价9600美金 整个金融市场昨天经过大幅回调之后 今天相信表现会比昨天晚上要好一点 那么原因也很简单 在周末的时候呢 疫情在全球开始升级 目前呢 韩国 日本 欧洲 伊朗等国相继我们叫沦陷 或者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一些疫情情况 尤其是像日本和韩国呢 首相府和军队里面都出现了一些恐慌性行为 以及呢 在军队或者是军方市场里面都已经是受到了 有人群受到感染 那么黄金价格呢 昨天开盘也是冲到了1680美金 那么这一次整体上还是市场比较正常的一个反应 但是呢 相反 空口 黄金的空头呢 目前损失就比较惨重了 尤其是在1650美金上方 黄金价格直接跳高开 导致了空头方面呢 没有丝毫的还手之力 那么最新的消息呢 韩国这个军方也是公布啊 官方宣布进入最高的警戒 包括意大利呢 多城市封城 那么欧洲呢 也是最近也有很多重要的一些会议 也相继的会延迟 日本方面呢 奥运会有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而斯洛伐克总理呢 目前也是受到了疫情感染 住院了 所以呢 全球在这样的一个恐慌情况下 股市进一步大幅的下跌也是合理重重 表现 那么黄金价格呢 也是有大幅的一个上涨 那么现在这一次的考核啊 那我们就说不再是过去的纯金融方面 或者经济方面衰退的一个全球性的考验 那么也不再是中东局部战争的一个延续 而是呢 全球生物考题 所以呢 这一次呢 我们中国相比于其他国家 做出了一个比较好的榜样 就是在疫情的控制方面 我们看到最近有一些好消息是中国 多个省市啊 目前连续几日没有新增的疫情感染人数 相比于海外目前中国的一些管制措施啊 比较集中 高效 但是呢 我们也相信在海外向意大利也开始实行封城 政策之后 包括澳洲呢 是禁飞 禁止留学生回来 可能要继续延后考察观察一段时间 那么这些呢 也会对金融市场起到一定的稳定军心的作用 那么黄金后期上涨的四个主要因素呢 给大家总结一下 目前呢 第一个就是海外疫情的一个爆发集中性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中东目前啊 也是正在酝酿一个较大的风险 首先呢 就是土耳其和叙利亚 依旧是在不停的政治上和军事上有摩擦 另外第二点呢 就是美国和委内瑞拉 以及伊朗的一些摩擦 包括在伊拉克境内美军基地 时常会发生一些意外 那么这些地缘政治呢 都始终是不确定因素 给黄金在中长期上涨带来了一定的支撑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美元和美国股市触顶回调 那么在昨天呢 也是释放了大量的股市上的风险 相信在未来几天呢 那么股市出现回大幅回调的概率呢 就是开始持续降低了 就像一个高压锅 如果这个气放出来之后呢 那么之后再大幅回调 我们可以相对比较放心一些 不至于那么的恐慌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 这个 那么第四点呢 就是美联储在年内 可能降息的概率呢 就是继续加大 那么重启宽松政策呢 将会直接给黄金注入 足够的一个流动性 因为呢 除了避险资产之外啊 黄金还有一个作用叫就是抗通胀啊 所以说呢 如果是让流动性较多 那么资产价格上涨的风险又比较大 黄金呢 依旧是会受到资金的一个重度青睐 所以呢 有可能在今年我们就能看到 2013年以来的黄金价格的一个新高啊 在1686美金将会被在今年的时间啊 被攻破 所以呢 在中长期如果是大家觉得黄金期货价格过高 那么在澳洲有很多不错的黄金个股 像NCM SBM啊 以及NST等等 那么最近呢 都是有一个不错的回报 但是呢 相比黄金期货价格的上涨幅度 那么这些股票的价格还是值得我们去投资的 除此之外呢 最近澳元也是创出了近十年的一个新低 跌破了0.66 整数大宽 那么澳元的最开始啊 是商品货币 虽然这个属性一直有 但是它的另外一个属性 高息货币 在最近呢 已经是受到了严重的质疑 并且呢 利息 央行利息已经是从5% 6% 曾经的高位降到现在的1%都不到 比美国利率还要低 并且未来呢 8月份还有降息的一些预期 因此呢 我们知道 过去呢 大家都是在日本和欧洲融资 然后在澳洲做投资 有两点 第一个呢 就是澳洲的金融市场相对比较稳定 第二点就是澳元呢 本身是处在高期的水平 那么现在呢 这个投资的策略被打破了 那么澳元呢 重新反过来了 成为了全球资本的一个融资胜地 那么融资之后呢 大家就会把澳币投到海外 导致了大量的澳洲资本向外流出 所以呢 从宏观上来讲的话 汇率的一个较低水平 在出口方面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 但是对于资本的流动性来讲的话 会导致大量的人才 以及大量的国际性资本流出本国 所以呢 举个例子好了 我们在澳大利亚以1% 2%的融资利率成本来获得大量的资金 但是呢 澳洲本土的投资回报率 在过去相对来讲的话 会偏向于较低的一个水平 那么大家就会把资金 比方说投到中国买一些定存的银行领财产品 那么收益率可能在4 5 6 那么这样的话中间的一个稀差 就是成为机构无风险套利的一个基本策略的来源 那么并且呢 澳元在最近呢 是持续有贬值的预期 那么如果是未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固定不变 受政策的影响 但是澳元对美元呢 依旧是在下行空间 这样的话 机构反而能够最终呢 由美元或者是人民币换回澳洲的时候呢 多获得汇率上的一些收益 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策略呢 在未来呢 可能会跟过去就不太一样了 那么澳元也是值得大家关注 我们也比较关心 如果是大家想要做一些套息 或者是对未来我们要换人民币 进行一个跨时间的保值 那么合约上来讲的话 GoMIC提供的 包括澳元对人民币 澳元对美元 澳元对日元 澳元对欧元 这些交叉或者是直盘货币对 都是比较充足的 那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随时调整自己的投资策略 以及投资组合 那么汇率方面的话 我们知道套息 也是机构比较常用的一些手法 那么在GoMIC 我们套息的这个汇率呢 基本上是等同于各国央行的汇率 适当的结合 我们用一定的杠杆来讲的话 基本上呢能够放大我们的 低风险收益率 相比于澳洲 我们举个例子 土耳其里拉的年化利息回报 接近百分之几 大家如果是用两到三倍的杠杆 这个回报率就非常的高 高达百分之三十 但是呢价格本身 还是有一定的波动风险 因此呢大家在合理的组合下 降低我们的波动风险 尽量呢做到我们的低风险收益组合 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大家如果是想要收看 更详细的报道 那么在周二晚上和周四晚上 八点到九点呢 我们都是会给大家提供直播的网课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在手机或者电脑上来观看 报名电话呢就是03-8658-0603 大家可以通过小助手 或者是我们的官网进行报名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